6月17号,长征2号F摇12运载火箭划破苍穹,将载有三位航天员的神舟12号飞船送入太空。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载轨建造阶段首次载人发射取得圆满成功,为后续任务顺利实施,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长征2号F运载火箭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抓总研制,专门用于载人航天的二级运载火箭, 也是目前中国所有运载火箭中系统最复杂的火箭,素有神舰的美誉。 为了圆满完成空间站载轨建造阶段的高密度发射任务,长征2号F摇12火箭共进行了109项技术状态更改,其中有70余项与可靠性提升相关。 经过努力,科研人员将长征2号F火箭的可靠性从指标要求的0.97提升到0.9894,再次刷新了其自身记录,处于世界前列。 在空间站载轨建造及运营阶段,假如空间站或飞船出现较为严重的危险或故障,地面必须快速发射救援飞船把航天员接回。 自摇12、摇13火箭起,长征2号F火箭采取发射一发备份一发的滚动备份发射模式,根据空间站应急救援任务具体需求,长征2号F火箭具备10天内及20天内两种状态的应急发射能力,能够快速发射飞船将航天员安全接回。 1992年立项,1999年首飞,近30年来,长征2号F火箭全程参与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,共执行十余次任务。 截至目前,长征2号F火箭共发射5艘无人飞船,一个目标飞行器,一个空间实验室和7艘载人飞船,均取得圆满成功,先后将12名17人次航天员送入太空。 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史册上,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2021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载轨建造任务开局之年,长征2号F火箭也迎来了高密度发射年,今明两年计划执行四次发射任务。 未来几年,长征2号F火箭还将继续以每年两发的高频率执行发射任务,在中国空间站载轨建造运营过程中担当重任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